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講一下Mizuno Wave Emperor 這對其實是我今年第一對試的路跑比賽鞋 之前我也試了很多對Mizuno Wave Spacer 而這對Emperor 就是取代了之前的Wave Spacer的一對路跑比賽鞋 這對其實我穿了大概30K 也都跑過一個5K的比賽 比我的感覺這對是非常爪地 前掌的石脈其實比之前的Spacer更多更加密 而且比Spacer更加輕 以及比Spacer更加穩定 我自己最想的感覺就會覺得比較薄 會像另外兩款比賽鞋 其中一款是Ikidun 另外一款是Cruise 如果大家有試過Mizuno的賽鞋都知道 那我自己覺得這對鞋 我自己會推介給一些比較輕身一點 例如我大概150磅 穿Bacer之前跑過一些自己的PB 穿Bacer我都會覺得前掌會比較薄 而都試過幾次跑完全馬 這些42.2K或以上的距離 前掌會起水泊 都有這些情況出現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走出來的速度會幾快 而這對我自己會覺得比Spacer更薄一點 但是我之前跑過5K比賽又絕對沒問題 而且覺得非常良好的感覺 反應非常快 非常包腳 之前也做了一些研究 我的尺寸大約170克一隻鞋 而且它是非常低的Hill-to-toe drop 基本上是用多一點前掌跑的人 適合穿多一點 Cushioning方面 其實它也用回之前的Mizuno Wave的技術 中間有UFOIC這個中腳掌的設計 其實你看見Mizuno很多鞋都會用這個技術 是做得比較輕和軟身一點 前掌就用了很多不同的 方向的一些石墨去抓地 所以我會推介這雙鞋給一些輕身 或者是給它們去跑半馬或以下的距離的一些跑手 就是這樣